一切法庭上见真章 就在当时检察官痛批苏志芬如同袁世凯之后 这场东场太监和袁世凯之间的战争 似乎是越吵越烈 苏志芬痛批检察官宛如明朝末年 东场太监魏忠贤 这可让于民地人署的检察官既生气又无奈 什么东场不东场 我们他没什么好特别的去回应 又不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 站在法律这一方检察官们不愿多做回应 但检方强调到时候一切全在法院里头 疑似解决 我们公路检察官就是在法律上 我们会去证明他有犯罪的嫌疑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当事人是被告 他有什么样的辩白的话 也是应该到法律上去说明 这场检察官对决县长的战争 早在11月初苏志芬遭生压 双手高举这一刻开始 气的检察官还曾经不顾身份 痛骂苏志芬 就像是民初的袁世凯 议员可以被收买 那跟当时候民国初年 袁世凯行贿这些议员 有什么两样 那这样子待遇政治 要怎么能够监督政府呢 苏志芬选择绝食 抗议11天当作反击 更痛批检方如同东场压人取贡 检察官则回批 地方首长涉滩宛如袁世凯 而这场东场对决袁世凯的戏码 挑战的是民众对政治人物的支持度 和对司法的信任如何抉择 除了现在韩志芬朱写明 SNG小组 词